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夫人陆角角寻情热线 0731 848 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参观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63岁的张万国老人 常年过着独居的生活 他的老伴陈秀已经离家20年没有音讯了 可蹊跷的是 就在前不久 张万国突然收到了一纸法院传票 妻子陈秀竟然起诉要离婚 而且张万国得到消息称 54岁的妻子急着要离婚 其实是为了和一个80多岁的老人结婚 消失20年的妻子突然现身 真的是要和一个大他几十岁的老人结婚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他的 提手许给他干我的卷 是您的妻子吗 是的 他要起诉给您离婚是吧 对对 什么时候收到了呀 5月2号收到了 对对对 我干得头晕呢 干得很突然 张万国头发斑白 原本是子孙绕夕的年纪 他却突然收到了这份离婚起诉书 面对着这白纸黑字 张万国满脸错愕 震惊不已 妻子陈秀 不是已经消失20年了吗 怎么突然要离婚呢 他是达15年前去给你 已经出去很多年了是吧 对对对 一直都没有回来吗 没有 没有在我门开 那孩子什么都是您在抚养 在这里 有几个孩子呀 两个 两个女儿 早在1994年的时候 妻子陈秀就丢下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女儿 毫无预兆地离开了家 20多年过去 杳无音讯的他为何突然现身 并坚决地要离婚呢 这其中 究竟有何隐情 张万国信誓旦旦地认为 妻子急着要离婚 是为了和一个80多岁的老人在一起 这是真的吗 两人相差三十几岁 难道陈秀真的要重新开始一段 年龄悬殊的黄昏恋吗 根据张万国的说法 那个老人的家境十分富裕 而且房子还面临征收 所以妻子陈秀才迫不及待地要和他结婚 张万国语气笃定 还言之早早地表示 自己曾见过那个老人一面 可是妻子失去音轩20年 张万国又为何会如此肯定呢 你也住在跟他住在我的小哥 你也住在我的小女儿 我这老公就一直住在一起 已经住在他家里面去了 那对于是 现在你女儿家里边有一个 对于还没有一个陌生的男的住进去了 对 那您觉得他是因为嫌弃你没有钱是吧 肯定是 原来六七年前 陈秀回到了湖南 并住在小女儿的家里 可是近段时间 张万国却听说 他与一个八十多岁的李大爷关系亲密 甚至也让他搬进女儿家 两人同吃同住 难道陈秀真的因为贪图富贵 而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吗 如今 妻子住在小女儿张慧家里 张万国决定 去找妻子讨要说法 张万国刚走到小女儿家的楼下 就迎面遇上了他口中的那个八十多岁的李大爷 老人腰杆笔直 精神绝爽 看上去不像年近九十的样子 一见面张万国就富气地声称李大爷才是陈秀的丈夫 老人听了又气又急 斩钉截铁地表明陈秀只是自己聘请的保姆 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 老人说的都是真的吗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谁都知道 两千万金我月 了不快 应该合适他开 请的是一个保姆 请的保姆 那你也住在他们那个女儿家 他女儿 他因为我等他顶着房子 他顶着房子 我不就举些的吧 他就举这个鞋来的 当然保姆也带我走了 我的房子还没修好呢 您房子还没修好 您是真收了是吧 老爷子透露 他家的房子确实征收了 但新房还没建成 刚好陈秀小女儿家的房子 与他属于同一社区 编租了他家一间房子 一年一万的租金 也方便陈秀照顾自己 七年来 他与陈秀只是保姆与雇主的关系 面对老爷子的辩解 张万国坚决不相信 立刻转身上楼 去找妻子陈秀 您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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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您拨入黑名单的 是吗 是把您拨入黑名单的 是吗 老师 您的电话 此刻敲门无人应答 电话也被拉入了黑名单 这对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真的是为了一个冒蝶老者 要离婚吗 如今 陈秀不愿与张万国见面 寻情记者只好单独找了陈秀 我现在在这里又住了六几年了 你在这里童章去问一下 看这边是什么样的人 你在这边是照顾那个 照顾那个老人 哦 那个老人 那个房子是吧 还是住我女儿的房子 就说你们只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 保姆外人 保姆外人 保姆啊 这个是 这童章都不知道啊 陈秀语气坚决地表示 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离代的保姆 两人年纪悬殊三十岁 老人最小的儿子都比他要大 怎么可能有瓜哥 而且老人是租住在女儿家的一楼 他是住在二楼 也没有一起生活 他要离婚 就是因为与张万国走不下去了 我十七岁就到这里来了 那其实是人家偏来打工的 哦 偏来打工的 那好 那当时间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那个老公他人 反正你老板我都不喜欢他 我都讲听的 有情了就在外面去打牌 一天不出风就打牌 一坏了 然后没有搞 晚上就买了个花饼去 吃了就搞进水一活的 搞了搞了搞去搞了一生病了 十七岁时 陈秀被别人骗到湖南 无依无靠的他 为了有个安身处 便和张万国结了婚 两人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也不了解对方 在他看来 张万国一贫如洗 好吃懒做 还对自己疑神疑鬼 总认为他做了越轨的事 陈秀觉得 自己的清白 受到了冤枉 所以我反正就跟他搞不好 就所以我也狠心了 所以我也狠心 我当时就狠心 就离开了 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吧 我就自己狠心了 你在外面过得好吗 你说你会过得好吧 你说这样会过得好吧 有了上餐没有下餐 我也吃了很多苦是吧 我娘家 我又在我娘家去住了一下 我到处走 流浪啊 你差不多是94年左右 到现在都没有回去 住过是吧 没有十几年了 没回住过 回给你回 又打得 打得在头上还有印了 这个头还进行了 当年陈秀狠心离家之后 四处流浪 曾经是吃了上餐没有下餐 中途他曾回家过一次 结果夫妻俩大打出手 这种漂泊的状态 一直维持到六七年前 为了给小女儿带孩子 陈秀住进了女儿的家里 我整个几年的 张宁典都去跟他这边 几年的钱吗 我要搞装修 他要搞装修 我姐夫每个月几千块钱 还要扶手 扶房贷 这里面有四万块钱吧 是啊 我去跟他去了 这个六年多就是存在这里 我要跟他带人 这个老爷的儿子 媳妇 他说可以 但有外甥在这里 反正多一个人 这个老爷还不肯 他说 又是 我请保姆去 一下请两个人 就是有还有小孩 他的儿子就请他 他说他也吃不了 你一个省一口 那就够了 为了不拖累女儿 陈秀一边带孩子 一边给人做保姆 辛辛苦苦 攒下的几万块钱 又全都拿来补贴两个女儿 算是弥补当年离家的亏欠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辛辛苦苦给人做保姆 如今竟然成了丈夫口中的背叛婚姻 你这个人说话 我本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你 就是我也不会相信他 可是你别这么大年纪啊 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啊 对吧 因为离了大家都好啊 他也好我也好啊 反正他已经可以结婚了 我反正我是无所谓 夫妻分居二十多年 陈秀觉得自己与张万国的感情早就破裂 没必要再耗下去 现在两人的年纪都不算太大 或许还有机会开始新的生活 因此他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 纯粹是两人之间的问题 根本没有第三者介入 难道一切真的只是张万国的错误猜测吗 认识张万国时 陈秀还是一个青春稚嫩的女孩 因为想在异乡有个安身之处 1981年陈秀匆匆嫁给了这个大他十岁的张万国 便先后生下两个女儿 两人的婚姻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婚后他们是矛盾从生 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 1995年不堪忍受真挚的陈秀 突然离家出走 从此杳无音讯 直到六七年前他才回到湖南 住进了小女儿张慧的家里 陈秀和丈夫张万国可以说是 有二十年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了 如今他坚决要离婚 究竟是两人的感情已经彻底破裂 还是一切真的如张万国所说 他是另有新欢 是急着要和自己的保姆雇主在一起呢 乱的时候还是不大 也是急着要是不大 然后我们也要搞得挺运动好的 那一来比有点可以还是 也要是心中安排的 也要是什么 也要有呼吸要干吧 嗯 也好点 他整个附近一个乱的 万一有预测大 他整个赶我去画一画 问我怎么样啊 不轻微啊 他越来问了 当年在没人的介绍下 两人认识不到半年 就结了婚 张万国觉得 陈秀虽然脾气有些急躁 但自己让着他 日子还算和睦 可是时间长了 张万国却发现 妻子总跟一些异性 有暧昧来往 关系纠缠不清 为此 两人经常吵得天翻地覆 直到陈秀 突然离家出走 当年妻子拎着包 从自己眼前平静地出走 张万国哪里想到 这个家也就此分崩离析 身边的两个女儿 一个十二 一个十岁 张万国当爹又当妈 含辛茹苦地拉扯孩子 每天都在期待妻子的归来 在张万国看来 陈秀漂泊在外 总不能一直住在女儿家 所以他应该是想 再找一个落脚点 如今他刚好遇上了 那个条件优越的雇主老人 这才迫不及待地要离婚 一切真的如张万国所说吗 对此村民们表示 有话要讲 我们大概都知道 他是个善良的人 他不但 他结婚之后 到家里 都是他这个老婆操纵 他这个老婆 就是当时家庭情况不太好 由于家庭情况 家庭不蛮好 当时还是蛮困难的 蛮困难的 蛮困难的人呢 他就要嫌弃他 走了 走了 在外面逗留了 二十多年嘛 是吗 二十多年时间 在外面大逗留 日外面 结婚他的 这个交接的朋友 有几个 村民认为 张万国老实善良 为这个家 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而妻子陈秀 嫌弃他条件困难 不仅离家多年 还在感情生活上 有诸多瑕疵 现在又去法院起诉离婚 实在是过分的行为 村民们义愤填膺 那么张万国自己 又是作何打算的呢 今天是不想他离婚 不想离婚是吗 你还是想要有一个 完整的家是吗 可是你老婆在外面 就做了很多一些事情 让你很生气 都不计较了吗 那都不计较 只要他回来 回心转意 你是不计较的吗 不计较 您是特别怕说 一个人在这个房子 里面没有人管 你心里边还是很 你怕这个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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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张万国 看上去十分矛盾 他一口咬定妻子 在外另结新欢 背叛了自己 却又坚决不想离婚 夫妻分居几十年 两人已经没有了 任何的情感来往 他为何如此害怕离婚 在他苦心维系 家庭完整的背后 到底有何苦中 为了说服妻子 回心转意 张万国再次来到女儿家 小女儿张慧 恰好从外面回来 你刚得清吗 刚得清吗 刚得清 刚不清 你屈恶烦恶 我为什么要跟你 屈恶烦恶 我不想离婚 你不想离婚什么 我从离婚 那你刚起来 做什么呗 不理 不理就不理 我不想你 你只想做到 我只想开店 开店你开店 我不想你 这是你女儿是吗 这是你小女儿是吧 真的 这名白衣女子 这名白衣女子 就是张万国的 小女儿张慧 可是父女俩一见面 却剑拔弄张 吵得不可开交 父母闹离婚 作为女儿的张慧 为何不但没有宣和 而且 对于父亲不想离婚的主张 还表现得十分反感 张慧表示 父母的感情已经破裂 母亲想分开的心意 十分坚决 她这个做女儿的 根本没有办法 可是年过万百 陈秀坚持离婚的背后 是否真的有第三者插足呢 你听听话 你什么都是听听 别让你 你总买不情乱 这是一个 你少许 你以为你人籍出去 再来就点跑 人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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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女儿去 她是女儿去 人了 我全家冬死 一是什么两三丸 弟弟是给你的 你这不是也是一口咬 我跟你说 你只好回来 你离婚的别人 就是因为她找了别人 所以你不想离婚 对吧 我不想离婚 我一个是假的 要不 要不你们在这附近呢 都是我们父亲的人 问一下我妈跟那个老婆什么关系 都知道 他吧 他什么事都听人家说 哎呀 我听人家说 你妈跟谁人跟谁 他什么都是听人家这 他听自己的眼睛去真实一下 他就乱说 乱说 我一会是真正的 你跳得多 张万国觉得 陈秀宇雇雇主老人 同时住在小女儿的家里 像亲人一般生活 而他这个丈夫 却独居空房 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关系 绝对非同一般 对于父母的离婚闹剧 女儿张慧似乎处处针对父亲 并要求父亲反思自己的问题 可当年母亲离家 丢下年幼的张慧姐妹俩 全靠父亲抚养照顾 他们才能长大成人 为何如今 他们却一边挡的 站在了母亲这边呢 张慧叹着气 言语中 似乎并不憎恨母亲的离开 反倒是将责任 归咎在父亲身上 在他眼里 父亲既懒散 又有家暴 母亲离家出走 也是被逼无奈 而更让张慧失望的是 父亲的性格问题 还影响到了 整个家庭的关系 以前我觉得 我爸爸在家里 挺可怜的 我就书也没读完 十几岁就出去打工 你是吧 赚钱给他用啊 他四十多岁就没上班 不太爱做事情 我看你多哭了 你是心里面很多委屈是吗 怎么着 我们两姐妹回去嘛 嗯 就是他 他根本不存钱 我们就一次回去少给一点给的了 给少了 他又说 哎呀还不是人家捡的女儿 人家捡的女儿 一回来就给一两千几千的 我又说你们 他有冰激水开了 他说我们两姐妹招呼谁招呼了 当年家境贫困 张慧和姐姐张欣 都是初中没毕业就打工去了 年纪轻轻的姐妹俩 在外面吃了不少苦 待他们挣到了钱 父亲却有三分五次的索要生活费 渐渐的 父女关系也愈发紧张 张慧声音哽咽 觉得父亲若是尽心尽力 这个家又怎会四分五裂 张慧还觉得 父母分居二十多年 这段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而且之前已经协商过几次离婚 但最后都调解吴国 母亲无奈之下 才向法院起诉 所以这只是父母两人之间的问题 根本不是所谓的第三者介入 听闻女儿的说法 张万国仍然心有不甘 寻情记者只好来到李大爷 所在的社区进行调查 给她老公子她是公务员抬销 她有四千多块经约 条件确实还可以 给她伯伯也是早七八年 给她伯伯死了 她的屋里就为了 网民人关照她 宅好外的 她的宅在医院里 宅在也是高公务员 就网民来照顾给她老公子 就请她给她保姆 到她的屋里有三四年了 但是一直是在屋里走保姆 但是她是为了征收来 那她在三年进 她的事里给了征收 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李老爷子是退休干部 老伴去世有好几年了 现在几个子女都事业有成 家境确实诱温 但是老人的房子 在三年前就已经征收了 陈秀若是图她条件好 想与她结婚 那三年前就会跟她走到一起 何必要拖到现在 我拖了在这里 房伯母还是蛮好的 她这个口碑还挺好的是吧 挺好的 她得拖你的老公子屋里 在你公共性的头型的 他们以前他们家 她那房没有情况 她种了什么餐车的 你说过高一样 她反正都送过来 都不会收入的 就是你们也在村里面 没有听说过她说 要嫁给这个老爷子 对啊 听得说 老爷子要给三四个只镜头 就给了一个镜头 给了一个镜头 给了一个镜头 尘秀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年 社区的工作人员 已经与她相熟 在他们眼里 尘秀勤快善良 还经常把自己家中的蔬菜 封给邻居吃 名声口碑都很好 他们也从未听闻 尘秀与李老爷子 有什么亲密的关系 所以工作人员判断 尘秀离婚一事 绝对与李老爷子无关 二十年前 尘秀用离家出走 来表达自己对这段感情的灰心 二十年后 她决定彻底结束 现在不仅是尘秀心意已决 甚至两个女儿也是希望 父母尽早地结束这一段婚姻 在女儿眼中 父亲张万国性格偏执 有些懒散 还总爱听性谣言 这个家走到如今四分五裂的地步 父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面对陈秀坚决的态度 以及两个女儿的不满 张万国又急又气 她感觉孤立无援 可是即便是和妻子分居二十年 夫妻俩已没有任何的情感联系 但是张万国仍然不想放弃这一段婚姻 因为在她的心里 还有着另一个深深的担忧 空荡荡的房子里 只有一张简陋的木床 没有任何电器 桌子上的灰尘 也积了厚厚的一层 根本不像个家的样子 每到晚上 张万国还要跑到别人家里看电视 才能稍微解下闷 一个人住着 空气里都是冷清的味道 今天买了 没有逼当放 是不是也是说 我都很想有老婆来给你做饭啊 什么的 简陋的厨房里 没有看见什么蔬菜 一块猪肉随意地丢在桌上 炎热的夏日里没有冰箱 距离上一次满肉几乎快一个月 张万国忙着下一碗面 每次干完活回来 她已经筋疲力尽 总是凑合地吃一点 妻子不在 没有人煮好热饭热菜 等她推忙归来 张万国一人独居 一年到头 这家里都是没有什么烟火器的 好不容易盼到节日 两个女儿回家探望 她欢天喜地地去买菜 结果年轻人都觉得她厨艺不好 要到饭店去吃 张万国自言自语 声音里满满的失落 您说实话 在这个农村里边 一般都是养儿房对吧 对 您说您没有儿子 您心里边遗憾吗 我不遗憾 不遗憾 我不遗憾 我有任何 因为你有任何女儿 咬着她 可以了 我看家里正好 可以找个烂个紧 我总不想到她们 个人正式地念 有些她也不得吃念的 在这个有着养儿房 老思想的农村 只有一双女儿的张万国 从没有觉得遗憾 大不了招个女婿上门 一样能照顾她这个父亲 只是她没想到 她辛辛苦苦抚养两个女儿 结果女儿对自己 却有诸多不满 她说的你哪些区别 你能接受 她学我干什么 好巧难找 她一个对我不接受 不接受 不接受 在家里 在家里 我觉得好在家里 我是经历一切努力 我有时候 有几次都病倒的 到地医院干户 回来捧她 捧我几次 搞不定 张万国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 种了几亩田 还有一些花木 她说自己患糖尿病多年 身体不好 有时候确实做不了事 挣不了钱 并不是好事懒做 对于这个家 她真的已经尽了全力 尤其是独自抚养两个女儿 为何现在连女儿 都要来数落自己 她实在想不通 那时候我记得 做大营的时候 嗯 我现在嫌疑不好过 嫌疑不好过啊 我不去乎了 怎么了 那样买了 那样买了 从来的时候 你也不得 把你担心做的事 我还要搞 没办法的 没办法 嫌疑不好 不去乎 看都痛苦了 是说如果妈妈这个时候在身边的话 其实这些事情好办一些是吧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家里面 就是说妻子不在 这个家不是一个完全的家 不是一个完全的家 想起那些难为情的往事 张万国忽然就红了眼眶 他性格粗粒 不上沟通 但骨子里 总认为无论如何 都要保持家的完整 所以他在努力去维系 甚至都不愿计较妻子的多年缺席 只是事与愿违 如今 他竟然已经离妻女越来越远 此时的他 也道出了内心的隐忧 他们说 点五个大众员 我怎么说 你打他这么了 这么了 跟着话 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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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系 我就不想干系 张万国苦苦苦守着这段婚姻 就是因为两个女儿 现在与母亲关系要好 与他疏远 如果妻子与自己离了婚 他担心女儿也会不管自己 那他的晚年就真的无人过问了 对于张万国的担心 邻居和亲戚 都有自己的看法 养儿代老 击骨防击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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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 应该要 谁养他了 他养了他的小了 他应该要养他的老吧 是吧 养儿代老 击骨防击 在村民眼中 这个朴素的传统观念 就算是对于两个女儿 也同样必须践行 张万国一旦离了婚 就彻底是无依无靠的一个人 那么 两个女儿不能偏袒哪一方 必须要赡养这个父亲 对此 张万国的哥哥 也赞同村民的意见 中国两个人 比一十几年 一十年 没活着 他还是要的 一分之三年 不许多人 两个人 一分之二十年了 三年 冒养 那不许回到的吧 那个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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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他死人家 有什么看法 还是要的什么 白金要的什么安排 他死人了 五千年你过去花花花 过去 白金那也拿好多充 就是每个月 给这个父亲 一个生活的补助是吧 三百块钱 过去拿了也要做 大哥认为 如今张万国的婚姻 并临破裂 夫妻俩应该都有责任 再加上 两人确实分居多年 没有多少夫妻感情 张万国还是可以 接受离婚 只是离婚之后 两个女儿 依然要管这个父亲 他身体不好 必须有人经常照看 那么张万国 与陈秀的婚姻 究竟会走向何处 寻情记者将双方 约到了当地的司法所 进行调解 我对他 我对他 我对他调解 还有什么家 我 我叫我 不像三 还不三 好 好 好 我对他当作 你很东西 我也是也不恨你 你不恨我 我是恨你 好 好 恨你好 张万国再次表示 不管妻子之前 做了怎样的措施 他都可以原谅 还是不想离婚 不想这个家就这么散了 然而 陈秀的态度也依然坚决 没说上几句 两人就吵了起来 我自己使用 不想离婚 你把这些罢了 我把人家给你 你干不得了 你不要说吗 请问一下 你背影的两次 没有到什么地方 现在我三十三岁 现在五个年纪的人 哪个人都凑着你 都告诉我 我是什么文化 真的凑着吗 这斤子 都是斤子 都得一斤 先不管当年您的父亲对两个女儿到底做了什么 到底有没有尽到这个父亲的责任 让你们初中毕业什么的 咱们先都不说 咱们只说一点 我觉得今天两位女儿跟我们都准备 我们想说一句话 当年你家的人是你母亲 不是你父亲 对不对 不管是什么原因 但是你在家里面照顾你们的人 是你的父亲 对不对 不管你母亲是因为什么样的苦衷 离开这个家 但他终究是离开这个家的城市 不管陈秀当年有是怎样的苦衷 他都不应该抛下丈夫和女儿消失多年 在他离去之后 一直是让万国在坚守这个家 也只有他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 即使他没有为女儿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 如今女儿长大成人 也应体谅父亲 又怎能质疑父亲的付出 我的姑娘是这些 我是有点另一个 谢谢 我为什么要跟她一起 你不想要做什么 你不想要做什么 我不想要做什么 我不想要做什么 搞什么 对 我现在干净了 我不出了 我现在 我现在干净了 我干得到我 真的我好干净了 我妹妹在那里在困难那种 我真的好干净了 所以后面妈妈也做出了很多是吧 是的 当年陈秀离开时 大女儿张欣还是智能能懂的女孩 待母亲回来 她已嫁做人妇 而母亲的心理弥补 也让她从最初对母亲的借怀 到慢慢原谅 她终于明白 性格同样急躁的父母 确实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所以才接受母亲的离婚想法 当地的从干部认为 人之暮年 陈秀与张万国的离婚纠纷 不仅仅是夫妻俩的感情问题 还牵涉到二人的养老问题 如今陈秀住在女儿家 有女儿照顾 还有做保姆的收入 但是张万国一个人住着 若是离了婚 两个女儿不能与她疏远 必须多去看望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血脉亲人 所以张鑫和张慧良姐妹诚恳地表示 他们不会有意偏袒谁 就算父母离婚 他们也会同时照顾两个老人 离婚只是结束一段不合适的感情 但亲人还是亲人 家还是家 永远不会散 三十多年的夫妻情 纵使已经被消耗殆尽 但陈秀心里 依然为张万国惦记着一份养老保险 听到这样的话 张万国也表示自己想通了 愿意离婚 两个人买过来 我拿一包 我来一包就行了 只要拿一包就行了 拿一包就行了 您够了吗 大哥 我回家 要是一顶外聚业 聚业的高业 聚业的高业 给您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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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我们看看 您爸爸也说了 咱们都排超过我的预期了 我是在问您这么多一点吗 三十多块钱够了吗 够是不够 够是不够的 但我的 我觉得咱们也不会收三百 咱们是一个女儿给人带吧 您觉得呢 考虑到两个女儿条件普通 经济压力也大 张万国便拒绝了两个女儿 每月给她三百块生活费的提议 最终只要两个女儿 每月各给她二百块 即每月总共四百的生活费 随后一家四口签订了协议 好 谢谢 好了 好了 现在呢 慢慢地超过多的 绝变 又在转变 对 女的女 都要赏养大型的女 所以我们 第一把个新来干 随便交叉个新来干 都要跟女的要赏养女 现在我们申请到低保了 有低保 对啊 村干部表示 虽然在传统上 农村是养儿防老的观念 但是形势在变化 如今 女儿同样要赡养父母的思想 在普及 现在 张万国每月 都有低保和养老保险 再加上女儿的钱 每个月总共有八九百 基本的生活 应该不成问题 我还是 健老一点 都健老 要冷静的地方 我还是要高 今天的感情 他们一定负担 以后这个一个月 差不多也有 九百块钱了 八九百块钱 八九百块钱了 九百块钱了 打算怎么花呀 挑换啊 吃饭 吃饭地方 买进去 穿上去穿 当纷争消除 他悬着的一颗心 也终于踏实了下来 每个月八九百的生活费 买点油盐和日用品 他觉得已经够了 蔬菜可以自己种 等身体状况好时 他会去打些零工 减轻女儿负担 以后的日子里 他会好好地和女儿相处 一切都还好 人在 家在 生活 也有了新的模样 张万国是一个 传统的农村老人 觉得无论如何 都要维持一个家的完整 他的坚持 表面上是在企图 挽回自己的婚姻 但实际上是因为妻子 离家出走 两个女儿也嫁作人妇 她独居二十年 极度缺乏亲情的呵护 她的内心是孤独而不安的 所以这一纸婚约固然名存实亡 但也成为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 生活着很多张万国这样的老人 他们独自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偶尔和亲人团聚一次 不仅情感荒芜 基本的生活也难以保障 都说养儿防老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空巢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 关于赡养老人的观念 也应该与时俱进 子欲养而亲不代 作为女儿 同样是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我们希望张鑫和张慧 能够一直赡养父亲 多去看望父亲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 能够真正做到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欢迎回到由陈克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夫人陆角娇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由陈克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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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